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是胸瓶的影片 其實今天我是在拍第二條影片 本來我是打算拍最愛的影片 但我想先清掉這些垃圾 已經塞在這裡很久了 本來應該還有一些刺的瓶在舊屋 但我真的想放棄它 不想特意拿回來再跟大家說 所以我只說了這裡 其實也有一袋垃圾塞在我的房間 這個櫃桶前面的位置 好硬冤所以想快點清掉它 而且要用完一瓶東西 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給點掌聲自己 也給點掌聲給你們 因為這條影片我怕會有少少長 那我就說快一點吧 不過如果大家跟我一樣 又貪美又想要漂亮的皮膚帶 又不想花那麼多時間 或者塗那麼多護膚品的話 我還有一件事可以推介給大家 就是Current Body的LED 4-in-1 Mask 就是這個發光的面罩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應該很多人都有見過它 它是一個四合一的光療面膜 它前面其實就是這樣 後面有很多LED燈 這個面膜其實是連著一個遙控 有條線這樣 然後你按著它就會發光 你可以選擇紅光 黃光 綠光 還有這個是混合的 真是紅黃綠也有的 至於它不同的光是可以做到什麼功效呢 例如紅光可以做到抗老 綠光可以打擊黑色素 黃光可以幫我們皮膚修復 然後四合一的就是針對不同的部位 做不同的東西 它有四個不同的模式 就是可以針對不同的皮膚需要 我自己就多年是抗老 還有幫助皮膚修復 因為皮膚有時候都比較敏感 使用上是零技巧 它不會有很多按鈕 你不懂得怎樣按 又不知道要按多久 每天只要洗完臉 包著自己的臉 照10分鐘就可以了 所以很容易放進我們的皮膚修復 家用的美容宜 最重要是方便使用 以及用得多 因為無論貴還是便宜的美容宜 你買到回去 如果不用是沒有意思的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容易用 因為真的不用塗很多東西 或者洗臉 不用弄很久 就這樣戴著它 然後你就可以繼續按電話 看一陣電視 然後它夠時間就會自己關燈 如果情況許可 或者有空 睡在這裡也OK 但我自己就喜歡按著電話 或者看著電視 不然我就會覺得很無聊 不過如果你要做事 走來走去 其實也是OK的 因為它不是很容易會掉下來 只不過我覺得 睡在這裡會舒服一點 你見到它 其實這樣也很緊 但你就要拿著這個遙控走來走去 不過如果大家和我一樣皮膚比較乾的話 洗完臉不想馬上什麼都不塗 照這個燈的話 也是一個方法 就是它有出這個Hydrogel Face Mask 這個Mask是透明的Gel Mask 所以敷著它的時候 光是可以穿透的Mask 去到我們的皮膚裡 可以一路照燈一路保濕 還省眉膜的時間 照完燈之後 臉就更加滑了 用了一陣子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皮膚有明亮了 還有膚色有均勻了 還有我臉是很容易泛紅的 尤其是這些位置 一乾就很容易泛紅了 我用了一陣子之後 我發現真的有改善到這個問題 就算我平時一早起床 這些位置也是沒有那麼紅的 如果大家想試一下這個Mask 現在都有優惠做給大家 大家可以用Hydie這個標籤 如果大家想有8折的話 就記得在11月這些日子裡去買 如果平時的話 就可以有8、5折 他們網店的link 我放在下面的info box 如果大家有興趣 以及想用折扣買這個Mask 就記得在下面看 好了 我們回去看看我們的胸瓶 我首先由卸妝產品開始說 這個我已經推過很多次了 就是Bobbi Brown的卸妝油 我也是用到一滴不漏 它是很稀身的 但是清潔力很強 用完完全不黏 所以很喜歡這個卸妝油的質感 然後就是Bilderma的紅水 這個化妝水我也是用了很多年 現在枱頭也會有一支放在這裡 這支是細支妝 接著就是到洗臉了 洗臉這個是MTM的洗臉gel 這個我真的覺得普普通通 我又不覺得它特別好用 又不覺得它特別不好用 但是我都有用完 因為很方便 一支這樣噴噴噴噴 我比較多是早上用它的 因為晚上通常我會用一些 清潔力強一點的洗臉東西 然後這個也是很好用的 就是FACTIVE的CAT1洗臉gel 它也是很保濕的一個 類似洗臉奶 又不是很gel的 它是乳白色的 我也是早上用它比較多 晚上通常我就是用一些 覺得會洗完臉 有一點點綁緊的 我才覺得洗得乾淨的 這個是完全不會的 所以我早上用它 用得多一點 LAME的這支 The Tonic 真的用了很多年 這個很保濕 而且如果我臉有敏感的時候 用它是很舒服的 不會有任何黏黏的感覺 是非常舒適的 所以這個又用完一支了 然後這一支 也是LAME的 The Treatment Lotion 這個其實 比起Toner 就是一個 Treatment Lotion 比起Toner 就是一個稠一點的感覺 它就好像一些黏黏的水 都很快吸收 如果我想清爽一點 我就會用Toner 但如果我想潤一點 我就會用這個 而且這個我用得很快 因為有時候我臉很乾的話 我是塗完一層 讓它吸收了 然後我再塗多一層 或者兩層 我覺得很好用 這個 我現在都在用一支 在桌上 這個是新開的 原來水狀真的不是用得很多 因為我有開了很多支 所以要很快用完一支 是很難的 然後我就到精華了 這個YSL的Pure Shorts精華 已經用完了 其實還有一支我還沒開的 留待它之後再用 雖然之前跟他們拍的是合作片 但我自己也很喜歡用這個精華 它是有一點酸性的 所以塗上臉可以幫你 敷衍到皮膚 有時候皮膚很弱 這些位置 很凹凸凸凸凸的 骯髒的時候 我用了它 第二天都會非常光滑 而且它混合一些油 所以又不會乾 第二天是很容光換髮的樣子 所以很快就被我用完了 然後這個 Dr.Secret的9號 Refining Serum 也是有一點酸 我忘了它那個酸的名字 我之前在不知道哪一條影片 都有說過我用過它的護膚品 都有整套這樣用的 但是我覺得我沒有心機去保持 一直都只是用死他們的東西 我覺得它也是做到Exfolio的效果很好 可以令你的臉皮膚很乾淨 很Smooth 因為它也是Refining的用途 但是如果我塗得多 我會敏感的 所以我塗的份量不可以塗太多 然後這個6號是混合一起用的 這個是滋潤為主 因為這個是好像Gel狀 這個就是一個很厚的Cream 其實我不喜歡用這個 但是我因為要用這個 所以我就混合這個 這支6號是有回購的 因為我買它一套護膚品的時候 這支是小尺寸 它有一支大尺寸 那我的大尺寸就沒有用 但是我想繼續用 這個又很快用完 所以我就回購了這支 但是很貴啊 我不是做賣的人 我買這個是700多元 但是效果不錯的 不過我就沒有整支用 我是偶爾拿它們出來用 這個Caudalie的SOS Serum 大推超好用 通常我如果塗了一些有酸性的 Serum 我就會塗這個on top 然後再幫它補一補濕 因為我覺得塗了一些酸的東西 有時候臉會很乾 這個是在任何時候我皮膚很乾 或者我單用它都做到很補濕的效果 而且它的味道很香 它不是那些很香的香味 它好像有一層很清新的 少少淡淡的花 還是蜜瓜味 它的質感是好像 乳液狀再稀少少 我已經用到一滴不漏了 但我真的很喜歡這個Serum 不過我沒有回購 因為我有很多東西在試 所以我就盡量先試手上的東西 但這個如果大家真的要找一支保濕的Serum 這個是很好的 推薦大家去買 這個MC Skin的透明質酸Serum 其實我也覺得很好的 我桌面還有一支 用了一半 它的質感是比較稠 就真的好像透明質酸那些 稠稠的 它也是很快吸收的 而且它又不會起擦紙膠碎 所以我也是很快就光速用完它 但如果這支和剛才那支選 我是會選剛才那支的 因為我不知道 我比較喜歡剛才那支的質感 但這支也非常不錯 那支是再潤一點 然後也繼續是保濕的Serum 這個是Peter Thomas Roth的 Water Drench Hyaluronic Cloud Serum 它是有75%透明質酸的 這個比起剛才那兩支更加稀 這個好像也不會起擦紙膠碎 我記得 跟MC Skin那支是差不多的感覺 但再稀深一點 這個我也覺得不錯 但又未好到我要回購 如果我回購 就會先回購Caudalie和MC Skin那支 原來我這裡還有一支 MTM的Organic Custom Blend Harmonious Toner 這個Harmonious Line 我是很喜歡的 所以小小知道 我忘了什麼時候用完 可能是之前帶去滑雪的時候 就很快用完了 然後有Lame的Eye Cream Lame的Eye Cream真的很好用 都不用跟大家說 是不是 我真的用到一滴都沒有剩 我用之前我會以為它是很黏的質地 但其實它是很潤 但它又不黏 所以是很好 我覺得 然後就去到Cream了 Cream 這個Ormoro Fixer的Cream 是非常好用的 它叫Balancing Moisturizer 很喜歡它的味道 其實是很舒緩的味道 但它剩下這些 不是我不想用 是它這支棒 泵也泵不出來 而且泵也有點壞 然後我沒有倒出來 就放了很久 所以我就不保持它 Ormoro Fixer的質量和質地都不錯 這個是比較稀的Cream 我是通常日常用它的 因為晚上用它有些不夠潤 但是它是非常舒服 而且質地很好 很容易吸收 至於會不會回購呢 暫時有太多東西要試 所以未必會回購 但我是喜歡這個Cream 跟著Eve Long的Moisture Cream 這個我也很喜歡 這個是用到又是一滴都沒有 我用棉花棒全部撩出來 它是有足夠滋潤的 晚上用呢 如果冬天就未必足夠 夏天也OK 日常用又不會很軟 味又不是太香 沒有什麼香味 真的像是一個Cream的味 但質地也是非常舒服 所以就很快用了 跟著這個Tatcha的Silk Cream 其實我未用完 還有這麼多 但是我放太久了 它有一點點Cream 萎縮了 它好像蒸發了一點 剩下一點 我就怕它變壞 所以我就不用了 但是這個Cream我也很喜歡 因為它硬了 它是塗了上去 皮膚很滑 但是這個呢 感覺跟剛才那個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這個摸下去 就比較滑手一點 滑手一點 剛才那兩個是不會的 跟著這個是Cisley的 Hydra Global Hydrating Hydration 這個是Tester 我是用完了 這個我都好用的 其實Cisley我用了很多 這些小 sample size 我都覺得很好用 因為之前他們寄了一個 Evans calendar給我 我覺得他們大部分的 skin care 都確實十分之高質 這個也是 補到水也很潤 奈何真的很細枝 我不可以試到很真 但是 是一個很舒適 很滑的 一個 Cream 保濕Cream 我先拍下它 我看我遲些 如果不知道買什麼的時候 我可以買 這個我也覺得 值得是回購 跟著就到Mask了 這個是MTM Labo的 Hydrating Mask 這個是由它 未改包裝之前 我已經很喜歡用到現在 你看它這麼大盒 不過其實它裡面 只有這個圓圈 還有這麼深 那麼多 就是不是那麼肥的 它的瓶 所以其實都很快用 這個是多少ml 61g 它寫 因為MTM Labo的護膚品 很多都是量膚定制 就是你拿去Shop 它會加不同的原液給你 我聞到這個 是有一點點青瓜味 我不知道它本身的Cream 已經是這樣的味 還是它加了一些原液 令它這樣的味 好像本身也有一點點是這個味 而且是透透明 綠綠色的Gel 好像是不是 我忘了 對了 總之我又用到很乾淨 這個 我也有新的一瓶 在廁所的鏡櫃 如果大家在找 不是Paper Mask的保濕 Mask 可以試一下這個 真的很好用 而且我真的太懶 去敷Paper Mask 我覺得這些 好像塗在上面 我可以到處走 不用顧著那塊東西 好像方便一點 Glam Glow的Super Mud 這個我已經用了很多年 如果大家有追蹤了很久 都應該有聽過我 Post說 很喜歡用它 因為深層清潔的效果 非常之好 它好像泥一樣 塗在上面 然後乾了 你會看到這些位置 它會有一些黑色一點點 其實是那個面膜 吸了你的鼻 毛孔的油 然後你洗了它 就會覺得 臉非常滑 非常白正 是很神奇的 但是不知道他們在香港還有沒有賣 好像又不覺得他們有做很多宣傳 對 我是非常喜歡他們的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它乾 但我又真的不覺得 對 如果大家用完深層清潔的東西很乾 就立刻要敷保濕 Mask 這個我也是超推 超喜歡 超乾淨 好了 講完護膚品了 現在就開始講化妝品了 首先就是潤唇膏 Fresh的這個潤唇膏西瓜味 我記得它的西瓜味是香的 但是 嗯 我覺得輕輕擦是ok的 如果你的嘴不是超級乾到脫皮 起光 只是日常的保濕我覺得ok 但如果你的嘴是脫皮 嚴重缺水 這個就好像 不太幫到手了 Bobbi Brown的Extra Lip Tint 這個呢 我已經用到少少都沒得靜了 這個顏色是 老科 好小隻子 Bare Nectar 這個是限制的 所以它的包裝是這樣 平時就是 黑色和白色 白色的 非常滋潤的 潤唇膏 雖然它寫是Tinted 但是呢 它只是一個少少輕微有色的 潤唇膏 它也不會 填到你的嘴 抹了也會有色的 這個就是 大家不同人的喜愛 我比較喜歡會填到嘴 就算吃了東西 都好像有分少少顏色 但這個就不會留任何顏色 但是它的保濕效果是不錯的 糟了 我為什麼說這麼長呢 好像會有段時間說 講一下眉筆 Benefit的眉筆是很好用的 這個Precisely My Brow 是我在牌子裡面最喜歡的那個眉筆 因為它是比較幼的 我用的顏色多數都是3 3.5 這兩支都是3號來的 對 已經是用完了 跟著 Anastasia Beverly Hills的 Brow Whisk 其實都跟Benefit那個是差不多的 那個感覺 但這支是深色一點 是Dark Brown 都很快用完了 這支是Make Up For Ever的 Aqua Resist Brow Definer 顏色是 Deep Blonde 其實這個我都很快用完 而且它真的做到防水的效果 跟著就是Charlotte Tilbury的眉筆 這個顏色是 Ombre 這支跟剛才那些不同 就是比較粗的 那些三角斜頭的眉筆 其實都很厲害 我用得完 因為這些粗一點的眉筆 是比較難用完的 我會很prefer用柔一點的眉筆 因為你看到我的眉是比較淡色 還有沒有什麼眉毛 這些我覺得如果你有很多眉毛 就像我來填洞是OK的 會快一點 但這些我覺得畫得不夠仔細 畫得仔細一點 就是有Cuda Beauty的 哇 這些字 真的考我眼力 Boom Browse 我買了幾個顏色的 Warm Blonde Medium Brown 還有Black Brown 這個我也有保持著回購 因為它是給我剛才說的Benefit Anastasia 和Make Up For Ever的 是再幼一點的 如果你有看過我的影片 應該有看過 超幼的 所以我很喜歡用它 不過很快用完 所以就這樣回購了 這個Fenty Beauty的眉筆 我忘了它是怎樣 其實都是跟Benefit的差不多 好像比Benefit幼的 但又沒有Huda Beauty那麼幼的 而且它也有很多顏色選擇 也挺長長的 也挺好畫的 它後面的眉策比較有趣 不是那些轉轉刷 是一個這樣 真的一個牙策 也挺搞笑的 這個我也很快用完 然後這個是Lime Crime的Bushy Brow 很久都沒有聽過Lime Crime的 這個名字 這個買了很久了 都沒有什麼用 但現在打算扔掉它 它是一個淡色的眉筆 其實它是打算被人畫眉毛的 但是它這個淡色又真的太淡色了 而且墨好像很快就去光了 加上你買一個淡色的眉筆 打算畫毛 但太淡色的時候 又好像看不到 而且用水筆 即是Liquid筆 去畫眉毛 好像會有一點化開的感覺 所以這個我不是太推薦了 我不知道它們現在還有沒有出呢 因為這枝都很久歷史了 接著就是眼線筆 首先就有這個Dolly Wink 這個我忘了是怎樣的 啡色 但是好像… 它的啡色不漂亮 很深的 太久了 這個我要扔掉它 Love Liner的眼線筆 是非常之好畫 你們有看我的影片應該也有說過 我有買過不同顏色 都是非常之好畫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有時候 好像很快就畫了那些襪子 不知道是不是太好畫 我畫得太多 很快就用完一枝了 接著這個Wik Make 如果你的眼妝很容易融 想要一些很長的眼線筆 就選擇這一枝 這個我都用到… 沒有膜了 因為它真的很好畫 而且也是很長的 我買它之前 我試過很多眼線筆在手上 我回到家隔了幾天 它都還在 我沒有特意擦它 它都還在 所以我就說 這枝很厲害 我一定要買 所以推介大家買這一枝 很容易找到 萬寧就有了 這枝很快用完 我也是很用它 它是很幼 然後很滑 有時候的眼線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問題 你畫它的時候 它很快就乾了 然後你再畫 它的筆就卡了 這個就不會的 它很滑 很容易畫 也有足夠的時間 但你畫完那條線 它設定了 它就真的不動了 所以我就很快用完這一枝 這個顏色 是… 我看不到 它還要… 黑色字貼上啡色 我看不到 總之它是這個深啡色 我看它們最近出了很多 不同Earth tone的啡色 啡綠色 啡紅色的眼線筆 大家可以去看看 然後就是這個 這個Mitchi Blooming的眼睫毛膠水 我都用了很久 但是用到很噁心 眼睫毛膠水 不知道待會用來用去 可能每個牌子 最後都會有很多膠 很噁心 這個也不錯的 但如果我要選擇 都是我喜歡用DUP的牌子 然後這些也是 經常都會在我的影片裡看到的 Kate的Mascara Base MJ的Mascara Base 這個香港不能買 如果大家去台灣、日本、韓國 或者其他地方 記得買 不說了 這兩個都說了很多年 非常好用的Mascara Base 然後就是Etude House 現在這個也是香港不能買 大家可以去看看 韓國網 看看是否可以買 Curl Fix 這個是很長長的 亦都很黑 很容易塗上去 保持你的Curl很好 亦都可以做到Folium的效果 但香港不能買 如果大家又去韓國 或者其他地方 或者在網上買 看到就買 然後這盒我要擲 就是Charlotte Tilbury的Pillot Top 這個擺了很久 唉 其實我都很少擲眼影 有時候不太捨得 但因為我有第二盒新的 所以我就擲了 還有它閃閃的顏色 真的有一點起動鏡面 不是太 做到顏色出來 加上它的年紀 也有點太多年了 所以我就擲了它 之後有Bobbi Brown的Brush Cleaning Spray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 換了這個Cleaning Spray 不好用 他們之前那支油 就是黑色圓筒的油 是比較好用的 但他們換了這個Spray 好像水一樣 都是噴在紙巾上 然後用掃子可以洗 洗普通眼影那些OK的 但洗防水眼線 眼線gel 那些洗不到 唇筆那些洗不到 所以我不知道他們換了這個 我現在就沒有用 Bobbi Brown的洗掃液了 我洗掃液轉了MAKE UP FOREVER這個 非常好 然後就到一些 不關化妝事的東西 身體護理 還有一些痱 這個牌子VIVIA的痱 是非常舒適的 帶了和沒有帶是分別 不是太大的 但是是有一點點分別的 我不懂形容 在一些我化很淡的妝大 又想眼睛看起來有一點點亮窄感 不是浮誇的瞳孔的時候 我會戴它 眼睛看起來比較漂亮 這個顏色是Candy Magic 是一個灰灰的 Basic Barrier 一個很自然的啡圈 它大部分痱都是很自然的 Diameter是14.1 但真的很自然 你不會覺得我戴完痱 眼睛是戴了痱 但是眼睛又漂亮了一點 這個O-Lens的Russian Silver 我終於用完了 還有我之前去O-Lens買東西 那個姐姐跟我說 這個已經是DISCONTINUE了很久了 我很喜歡 因為它是比較浮誇的灰色Corn 它現在好像有一款是代替這一款 但我忘了是什麼 不過雖然它是比較浮誇的灰色Corn 但O-Lens出的Corn 也是挺穿著 就算它是比較淺色 也不會變成薑絲眼 所以這個我用完了 如果大家想多看Corn的review 可以告訴我 很便宜的 我最近才記得保持Corn盒 因為我每天都一夜都把它丟掉 我想都可以給你們做一個reference 但至於長戴是怎樣 我就不知道 這些全部都是1日 通常我戴完影完的照片 或者去完的影片我就會脫掉 因為我的眼睛很乾 不知道是不是經常都不夠睡 我一戴得久 我的眼睛就很不舒服 所以這兩個是Decorative Eyes 一個是01號 一個是04號 它兩個Corn的圈圈大概是這樣的 Diameter是14.2 也不是很大眼的Corn 我不喜歡很大眼的Corn 都是灰灰啡啡的顏色 所以最快讓我用完這些顏色 然後就到身體護理了 首先講一下OMG的Shampoo 這個是藥酸性的洗頭水 它煎出來是淡紫色的 最初我以為它是Purple Shampoo 可以幫我去到頭髮黃 但又不是 它的感覺塗上頭皮是涼涼的 它這裡寫著藥酸性 我覺得整個用的感覺都很好 所以我就很快用完 劉先生也是喜歡這個 接著就是這個K18的護髮精華 Hair Mask Live in Monocule Repair Hair Mask 我這些漂染髮質是需要用它 但我也不是經常用它 這個非常適合懶人 因為我平時洗頭 我是不喜歡下護髮素的 那就最適合了 因為就不用下護髮素 就這樣用洗頭水洗完 印乾一點頭髮 濕濕的時候 擠它然後塗上去的頭髮就可以了 之前我收到你們的留言 不知道為什麼塗很多pump 都塗不完頭髮 我通常塗4pump左右 髮型師都是說4pump左右 我不知道大家用的份量是用多少 可能我的頭髮比較少 還是你們沒有用濕的頭髮去上去呢 如果乾頭髮應該塗半支也不夠塗 這個很好 塗完頭髮會滑一些 而且容易疏很多 它也可以幫你做到長期修護的效果 雖然我不知道 因為這些可能真的要用放大鏡 看看你的髮質如何才可以定斷 但我覺得是好過不塗的 因為我的頭髮實在太懶了 然後有大量的洗澡東西 Lush的Temptation和Hot Toddy 這個Hot Toddy 我記得好像那些肉桂 肉扣味 是不是肉扣 那些叫做Cinnamon加丁香 即是有些辣味 感覺很聖誕節 這個我記得好像是聖誕節那些時間推出 冬天用是非常凌智 非常好feel的感覺 這個Temptation我記得是很香的 嗯...yes 這個是蘋果味 如果大家有記得 Lush他經常在聖誕節會出一塊 聖誕老人的啫喱紅色 在一個瓶裡面 那個蘋果味就是這個味 這個Temptation好像是限制的 即是已經沒得賣了 或者他遲些可能隔一陣子 會買一個period 會有 我希望他真的會出 我會買這個 很香 我超喜歡這個味 超喜歡 然後這個也是Lush的 我很想說 因為我也是很喜歡這個味 這個是青草味 這個這麼小 因為是我之前去Event 那個女生說 你喜歡青草味嗎 不如你擠這個回去試一下 這個很草青味 然後就擠了給我 我看不到那個字 叫做lord什麼 miss什麼 shower cream lord of misery 是一個非常草青味的body wash 這個我都很喜歡 然後就是body shop的 這些細枝沐浴露 這個草莓味 芒果味 British rose味 還有這個 pink grapefruit 味 這麼多的味 我應該是最喜歡 grapefruit的味 其他的味 都好像有點假假的 我 不太喜歡 但是 對 間中用一下也OK 這樣 不是太是我首選的body wash 但是不介意用它們的 然後就是這個grown acumas 是不是 我不會讀它的名字 這個是very good body cleanser 它是camomat bergamon rose 味道 好像做spa的精油味 這個很香 如果我要買洗澡東西 我想我會買這一款 多於一些artificial的味道 因為我覺得 真的這些會最舒緩 最舒適 而且它的質感也很好 會令你很舒服 整個洗澡的感覺 然後這兩支是BB用我會用的護膚品 首先就是Mustella 這支Hydra BB 是我兒子baby 會常常塗臉 每天都會塗很多的facel cream 我試過很多其他品牌 它都不太配搭 唯獨是這一支 對它的口水塵 濕塵 有少少幫助 因為它真的很保濕 但是當然 如果你的濕塵 是含濃 發炎的那些 就不OK 但做日常的保濕 是非常好 而且它不是完全沒有味道 它是有少少香味 那個香味就是BB味 很香的 有時如果我懶得找東西塗 我會禮手拿起的霜霜 塗一點 都是非常滋潤 所以我很喜歡這支facel cream 已經買了很多支 回購了非常多次 它一直都還在用 HKTVMORE可以一次過買 兩支和四支 好像便宜一點 否則在曼寧那些 就貴一點 然後這個Bioderma的 Artoderm Intensive Balm 是醫生開給它的濕疹 身體霜 身體霜 它是一個比較厚的霜 其實我也不知道它是否真的濕疹 但它有時皮膚太乾 它就會起紅色一塊塊的東西 我試過很多種不同的洗澡 或者霜霜 都不太行 醫生開這支就很好 但當然要在皮膚好的狀態下 如果皮膚已經起了一塊塊發炎 就真的要塗了濾固醇 等那一塊燒了鹽 才再塗這個 就可以保持著它 不要再發出來 雖然很多人都說濾固醇是不好 但醫生就說少量是不要緊的 還有我有時覺得它很癢的話 它拋得很厲害 都是不好的 所以我寧願塗了濾固醇 塗一日兩日止了它那個癢 其實塗了濾固醇是很快 就可以退掉那些炎症 然後當它康復的時候 我就不斷幫它塗這些 全身都塗 日夜都塗 等它睡著了 有時都會幫它塗 那就會沒那麼容易爆濕疹 這個我都是回購了很多次的 還有普通Wassens 萬寧那些是沒有得賣的 我是在HKTV Mall 有得賣的 又或者可能其他藥房都有的 不過普通那些萬寧Wassens 真的沒有 不過我知道濕疹是人格人的 有很多媽媽都試了不同的霜 覺得某一款會特別好用 就會繼續用 這個我就 繼續幫Babylou 一直在用 還有有時我自己都會塗一點 因為 我有時整支放在這裡 就幫它出來 但這個都沒有了 已經用了很多支了 好了 我終於說完了 這裡一大袋 我終於扔掉它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次的分享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Like 走之前不要忘記追蹤我的Instagram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